朋友您好,今天是2022年3月16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本期视频内容呢,咱们来聊一些关于俄乌局势的重要信息 还请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咱们来开始 说这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普京及其身边军政要员是战犯 要求收集相关的证据,在国际法庭上对他们提起刑事指控 美国可是朝着激怒普京的方向,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 当地时间3月15日,美国参议院罕见了以全票赞成通过一项政治决议 宣布普京及其身边的一些军政要员为战犯 并要求美国、乌克兰和相关的国际组织收集相关的证据 对普京在国际法庭提起刑事诉讼 美国国务院今天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总统做出了同样的刑事指控 表示正在持续收集相关的刑事诉讼证据,将来提交给国际法庭使用 此前联合国卫生组织、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救援组织 都公开严厉谴责对平民无差别的轰炸 以及炮击医院和救护设施,导致大量平民和医护人员伤亡 个别联合国高级官员甚至直接说这些行为涉及战争犯罪 不同于小国,这俄罗斯可是拥有庞大的核武器 即使国际法庭做出对普京等人的有罪裁决 美国和北约也无法像对前南斯拉夫和红色高棉领导人那样 抓捕普京以及其身边军政要员进行审判 因此这样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姿态 虽然这只是一个政治姿态 但考虑到普京决策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非常的不可思议 估计这普京可能是陷入了一种可怕的个人迷思中 身边已经没有人可能阻止和提醒 因此美国国会此类侮辱性的行为 加上战场上越来越被动 可能导致普京采取他所威胁的 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的极端报复措施 第二条信息 欧洲委员会议员大会决定将俄罗斯逐出该组织 这同样是一件对俄罗斯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的事 在俄罗斯3月15日宣布启动退出欧洲委员会 不在参加该组织任何活动的情况下 欧洲委员会议员大会仍进行了投票 并于当晚宣布将俄罗斯逐出该组织 在219名代表中 有216票赞成 0票反对 3票弃权 这反映了欧洲国家对待俄乌之战的态度 怎么看 这都是一件特别侮辱人的事 分明是为了公然羞辱俄罗斯 发现这些欧洲政客们对俄罗斯的不满 欧洲委员会主席蒂尼克斯 在15日晚些时候表示说 今天我们不得不做出决定 在俄罗斯成为该组织成员国25年后 将它排除在组织之外 我为此很难过 但如果你越过红线 你在这个组织中就没有位置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欧洲委员会创立于1949年 总部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 1996年1月 俄罗斯被接纳为该委员会第39个成员国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后 拜登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发誓要让普京成为国际上的贱民 这是一个非常侮辱人格的词汇 看来西方阵营正在一步步这样做 再来看第三个信息 当地时间15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声明 将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在内的13名美国政府机构负责人和知名人士 在对等基础上列入俄罗斯 禁止入境名单 这可是让大量的俄粉普粉们又高潮了一波 其实美国和西方阵营其他国家 对俄罗斯一些政要商人实施制裁 是冻结他们和近亲属的资产 同时禁止他们入境 因为许多俄罗斯政要商人在西方阵营国家有大量的财产 不让他们入境并冻结他们的全部财产 绝对是一件痛入骨髓的事 可是俄罗斯冻结名单上的这些人 在俄罗斯并没有任何财产 也不持有半毛钱的俄罗斯卢布 不让他们入境不会产生任何的伤害 这种制裁措施 还不如禁止这些美国人和福特加或兑换俄罗斯卢布来的比较实在 在国际上 一个国家禁止某个外国人入境属于是签证措施 谈不上人格伤害和侮辱 但若一个人被说成是战犯 或者自己和近亲属的财产被冻结 那才是真正的伤害和侮辱 普京总统如果觉得爽能让他老人家消消气 摆脱那种困受优多的绝望感案 能避免启动他说的那个给人类带来史无前例巨大伤害的反击措施 怎么制裁美国政客美国政府和企业 即使再好笑 那也都应该觉得是好的 来看第四条 美国及其盟友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援助 并即将协调北约组织对俄乌战争的新立场 这方面的新闻还是比较多的 一、当地时间3月15日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宣布 总统拜登将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参加3月24日举行的北约峰会 与北约领导人讨论俄乌局势 并重申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 此外拜登总统还将参加欧洲理事会峰会 与欧洲领导人讨论俄乌局势 对俄制裁 相关人道主义救助等问题 二、当地时间3月15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 总额为1.5万亿美元的法案 该法案将于9月之前为美国政府提供资金 并为乌克兰提供13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安全援助 一名白宫消息人士当天还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于16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8亿美元军事援助 三、欧盟和日本相继宣布制裁更多的俄罗斯个人和企业 同时布美国后臣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 再来看第五条信息 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总理和波兰副总理作为欧洲理事会的代表 当地时间15日到访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四人会谈时表示 乌克兰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能打赢这场国家保卫战 这场向境外几十家媒体开放的拜访行程 看看能否破除俄罗斯和中国的俄粉们 坚信的泽连斯基已经跑路的谎言 到访乌克兰的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在基辅表示 欧盟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赋予乌克兰入欧候选国家的地位 同时还应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 波兰副总理卡千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需要向乌克兰派遣国际维和部队 执行维持和平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 他说我认为应该由北约或者更大的国际组织 向乌克兰派遣能够自卫 且能够在乌领土执行任务的维和部队 这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 估计很难一下子就得到北约的支持 但既然波兰提出来了 北约中还有其他一些东欧国家 跟波兰一样希望把事情搞大 一劳永逸的解除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 就看3月24日举席的北约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如何决策了 再来看第六条信息 俄乌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 说这过去24小时 双方还在进行视频交流 到现在已经不能再成为第几轮了 反正双方代表通过视频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 双方都在故意避开焦点 在细致末节上打转 主要的目的还是保持接触 相互试探对方的底线 当地时间3月16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方认为美国无意尽快结束乌克兰危机 谈判暂时看不到希望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表示 俄方谈判进展艰难缓慢 但是俄罗斯真诚希望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 俄罗斯想要和乌克兰达成一个世代共享的和平 俄罗斯谈判目的没有改变 俄罗斯需要一个和平自由中立独立的乌克兰 针对俄罗斯开出来的中立条件 是乌克兰放弃所有进攻性武器 只能持有一些警察常用的轻武器 以及不得加入跟俄罗斯对立的国际组织 当地时间3月16日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里亚克回应称 乌克兰不能接受瑞典或奥地利中立模式 中立只能是乌克兰式的 在事关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个至关重要的重大原则分歧上 俄方依然坚持乌克兰必须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且承认乌克兰东部段巴斯地区 两个被所谓地方武装控制的地区为各自独立国家 从乌克兰分离出去 乌方则坚称绝不会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做出任何让步 必须收回被俄方牵占的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 每一寸领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其实两个国家若因重大国际利益冲突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必定只有在战场上决出胜负 令一方是彻底服输之后才能达成令胜利的一方满意的妥协 现在俄乌双方战场上的较量还远未达到一方彻底认输的时候 因此还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停火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